字幕志愿者 李琦 字幕志愿者 李琦 Hello 各位大家好 今天写字旅行呢 很开心的要来分享这一支钢笔 叫做Pilot的Ilavo 然后这一支 是 在国外呢 常常常比较看到的名字 叫南木起 Falcon 然后 这一支特别的之处就是 所以可能之前有引起一些討論是它的彈性肩 那筆肩的部分 刺血的部分我會下一個影片再做介紹 然後今天會先會就它的外觀來跟大家做分享 然後這一支筆森其實現在是 它是金屬的 它是黃紅烤漆的 然後顏色 它有四種顏色 有酒紅色 咖啡色 黑色跟淺藍色 那我選了這支酒紅 我本身比較喜歡亮的顏色 所以我就是選了這支顏色 那大家可以以個人喜好來做選擇 那其他這個金屬烤漆的筆森 就是你在燈光之下就是會看到很亮亮的感覺 所以就是它不屬於暗紅 就是我覺得還蠻算亮紅的 然後可以看一下它的天罐 它天罐是銀色的 它是酒紅色配銀色 然後天罐還有一圈圓圓的內圈 然後筆夾這邊感覺 這個角度看應該蠻像一個房子的屋頂的感覺 然後它筆夾的部分 從這個角度看可以看出 它就是有點往內凹 然後彈性的部分可以 還蠻有彈性的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筆尾 筆尾的話就是很簡單的一個 有點往內凹的一個圓柱狀 也是銀色的 筆蓋環的部分就是感覺有兩層 就是這邊然後往下凹 這樣然後上面沒有刻任何字 然後是在筆蓋環的上面會刻一個PILOT JAPAN 還蠻清楚的 好我們打開 那筆蓋可以看一下內裡面 大家看一下 然後看一下它的臥位的部分 就是應該是樹枝了 黑色樹枝 然後也是配上銀色的環 然後這個蘆紋還蠻多圈的 所以它是懸蓋靶尖 然後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它 它附的是-70 好這邊有個拍的 然後以前的版本是只有配-50 那時候有被詬病說 這樣蘆紋量不太夠 所以後來第三代之後 就是在2009年之後 產生的第三代都是配空起死 然後最特別就是它的這個筆尖了 筆尖你看它的形狀 這樣的看有點彎曲 然後上面刻有14K 大家看得清楚嗎 14K 然後585 然後拍了 然後它上面只有寫SE 然後最右邊這邊有一個小數字 不知道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 也是816 據說這是出產日期啦 對 可能就是2016年8月製作的 然後這邊感覺有一個小LOGO 要很近看 或者用放大近看 可以看出它寫個FP 可能就是代表Fontainten吧 防筆的意思 好 然後它特別之處 就是這個 看起來很像 就是某個角度看起來很像老鷹的那個嘴巴 所以國外叫做Falken 所以國外叫做Falken 就是那個老鷹的意思 然後它筆尖比較特別 細長型 然後沒有像 通常會有一些溝槽的形狀 可是它沒有 所以它這筆尖 整個筆尖看起來都是細長型的 好之後我會做四斜 好 這是大概它的外觀的一個介紹 那它的大小呢 我們可以來看看 它也是Pilot的 我覺得 然後它的 就是這是Capolis Decimo 我覺得它處理的 就是材質的部分就很相近 看起來都是亮亮的 然後大概 長度我覺得差不多長 然後就是比 它比較胖一點點 好 這是Pilot Decimo 接下來腳裡身旁有它的 他們家的Pilot Custom 74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好 稍微比它長一點點 那九紅色的呢 我還有另外一隻是 白金3776 柏根蒂紅 柏根蒂紅 柏根蒂紅看起來就比較偏暗一點點 但是它就是在某個角光線下 但是它是有一點是呈現半透紅的 好 有一點透明感 但數字不一樣 對 所以可以看一下 大概大小是 不要長一點點而已 好 那假如是跟陽極處理的筆身呢 然後像一隻 之前介紹過的Diploma 好 拍一下 好 拍一下 差不多長 可能不要稍微長一點點而已 可是造型不是太一樣嗎 那你可以看到陽極處理的筆身跟 這種金屬烤漆的就不太一樣了 對 一個感覺比較霧面 這是亮面這樣子 好 給大家一個感覺 好 給大家一個感覺 那另外之前介紹過的Justice95 就比較大隻了 不論皮 就是整個皮體積比較大 然後鼻尾的話就很相近 就是有點往內奧的 那個圓柱狀 這個感覺是它大它的快 感覺快1.5倍吧 好 所以像這樣 這樣對它大小有點概念 好 最後來看一下它360度 然後 那才有它的這個脫蓋之後 通常我會 它這樣拿起來的感覺是還蠻適中的 它脫蓋之後大概是20 不到20克 所以就對我來講 我覺得不會太重也不會太輕剛剛好 然後它是可以套蓋的 套起來還蠻扎實的 套蓋之後 這個就看個人的手掌大小 這樣手掌很大 你想套蓋是OK的 然後重心我覺得是沒有跑掉 但是是會變重 所以就看個人喜歡 你喜歡比較重的筆還是比較輕的筆 就看個人去選擇 對 好 這給大家一個 一個分享 那對於這支筆的外型 啊 我 因為我第一次是 有這種造型的筆 那其實 其實我 我挑這支筆的重點應該是它的筆尖 對 所以 外型的部分 對我來講 就是普通 好 就是不會太 太糟糕 或者太 很漂亮 一看就 就會看上眼的 對 所以它 我覺得它算是 就是對我來講 外觀是中等而已 嘿 那主要是 我喜歡它 想試它的筆尖 所以我買了這一支筆 那但是它這支筆的 因為它這個材料 像 我覺得它是金屬的 所以 我覺得它比較不會沾一些 就是 啊 穴穴啊 像有時候會看到這些穴穴 就是很容易 像素枝的 我覺得特別容易 所以就是 它可能相對來講 比較好 就保養 對 但 這個素枝的話就是你要勤 勤擦就對了 嘿 不然就是要收到筆袋裡 裡面去 所以各有好壞 所以 其實選筆 就是很主 就是筆的外觀是很主觀的 就看個人喜歡 然後 之後呢 我會 介紹這支筆寫起來的感覺 好 那就下次見囉 拜拜